日本巨星山口百会和母亲最甜蜜问津的时刻 感动到你了吗? 山口百会 1959年1月17日 出生在日本东京都赐古区会比寿 日本著名的演员、歌手 他的童年时代都是在神脉川县横滨市赖古区 横须赫市度过的 百会13岁出道 仅有八年歌领生涯 却红遍了东南亚 1980年11月19日 山口百会为爱隐退 嫁给了三浦游和 此后看了他21岁隐退时的自传苍茫时刻 看到他对事物 对自己的感情 甚至对生死有那样一种深刻的洞悉和体悟 对人的自由、尊严、平等 有一种前进的向往和决绝的维护 提起山口百会的母亲 她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现在来一组山口百会 和母亲最甜蜜温馨的时刻 感动到你了吗? 山口百会在她的自传里透露 她是一个私生女 生父是个医生 生母身份却极为低微 父亲偶尔会来探望他们 给点生活费 可日常生活却需要靠政府的地方 百会曾回忆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何时 何地 怎样出生的 我没有像世间一般的母子那样 母亲对孩子说起生意的时候 这类话语的记忆 我也没有询问过那些事的记忆等等 幸运的是 山口百会有一位山梁美丽的母亲 她一个人把百会与夫惠拉扯大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她的坚强也影响着百会 百会才能活泼胎浪 积极向上 直至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这都离不开百会母亲的养育之恩 那么看完山口百会和母亲最甜蜜恩心的时刻 感动到你了吗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属作者 宠实 小乐 不 都 感谢观看